那 今时今日要找部超高性价比享受驾驶乐趣的车 我会推荐 这个车是我好朋友铁弹的 十年前我认识他 他就开这款车 首先第一点 它是一台没有价格被炒上去的车 现在很多增压有点力气的手动挡 现在都被炒得很厉害 比如说家电话ST 又或者思域SI 其实都是接近原价在卖车 然后这是一台又有力气 EA888 又是手动挡 又是一个拥有不错底盘的车型 然后在国内的配件又非常好买的一台车 才2万块钱 就是我觉得除了装逼这件事情上 别的这台速腾冠军版手动挡 都是没有对手的存在 无论是各方面价格 可改的幅度 就发动机的潜力 驾控乐趣 我觉得都是没有对手的 十年前我认识他 对手提出 大学的 不过 识程中 能让我就说 对手 开车 打开这 人 和 面 表面 里面 我们 按 那么 就 有点 你会你很喜欢这台车 然后就花了很多很多钱 然后你就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你就想花更多的钱 所有可换的零件全部都是新的 就保留了一些中钢上钢头这些 所有的活塞连杆 整个大修包 汽门啊 弹簧各类的东西 反正机油棒 振石所有都是新的 基本能换都是换了 然后底盘部分呢 是呃也是完整重建 除了不能换的这个前后副车架 然后所有的可以拆开来的零件 橡胶件摆臂避震 然后最恐怖的就是内饰 买不到了真的买不到 我是一个玩大众加这个开改装店有十年甚至十多年的一个从业者啊 我都订不到配件 别说是这个普通玩家或是不是干我们这一行就是专项的这个人 订配件都是大哥帮帮忙 大帮忙一定要帮我订出来 就是这样我才把它的内饰件全部凑齐 而且大概前后花了有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到处等配件 速腾那个年代都是米内嘛 然后它是一个呃上灰车顶是灰下半段是黑的这样一个内饰 它有很多内饰件就当年就不是在中国生产的 我后来订回来很多原厂件我打开来看 它有的是土耳其做的呃有的是呃好像是南美国家吧 反正就是不是中国产的是进口件 所以呃订它比较费费劲 再加这个黑内国国内保有量本身也不大 所以内饰件就特别特别不好订 很多件到现在也就彻底买不到了 然后就没有办法只能做了一下翻新 然后买到的是A柱B柱C柱这些是全换了新的 然后包括地毯甚至地毯地毯下面的隔音 包括车内的各种空调出风口 或者呃中控上面的这些可换的试板 然后改来的东西特别少啊一个小前唇 因为速成这车车头这实在是就没有很很很漂亮 所以我换了一个那个年代的Voltex的那个前唇 是大众的原厂改装品牌 然后换了一个呃KWV3的避震和一个呃TWS T66F的轮毂 就这三样东西应该哦我还刷了程序啊刷了程序 我还刷了程序所以它现在是挺有力气的 因为这台发动机是这样的它潜力也很大 然后安全性也很很好不会有什么坏的风险 就这些动力你不要白不要就刷了程序 就是因为我做这个行业的关系 我很多配件是配件商地方薅来的 哈哈然后有一些配件商手里我是付了一半的钱 就是他们赞助我一半付了一半的钱 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车友你要去按我的标准翻新这台车 三五万三万到五万不含改装啊 玩老车并不是说呃你一定要买一个奔驰或是宝马 或是怎么样才会有面子就情怀是自己的就你的情怀不是别人的情怀 你不是说看了几个视频啊我就非常有情怀了 我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就有些人天天的在网上啊EVOEVO我的终极梦想是EVO 你小时候可能连EVO和零帅都没有分清楚 你现在怎么长大了突然有了这个情怀 好 他说说完美 我心里有点消失 我是Cane 我心里有点想自然的 这是白马 我是Cane 我兴阮 我心里有点好 这种情态 我心里有点好 你不懂 我心里有点好 如果他来说我看你的情态 我朋友 你会在面好 你不怕